大家好,我叫托马斯,我是澳洲人,我是二十二岁,今年我学中文开始了,我的中文很不好,对不起。 像个月,我看看多中文的书,我看看五本书,他们书很容易,一本书有值一百五十不同汉词,它是很小,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他本书很有意思。第一本书是《The Misadventures of 朱海生》。朱海生是一个小朋友,八岁。 因为他的老家是山西,可是现在住上海,他家知道做很好吃山西菜。 所以,他们开会山西饭店。 每天,朱海生做什么? 一个天,朱海生一个人做面。 大家觉得海生的面很好吃,所以他们叫海生面。 一个天,一个天,一个天,海生和一个小朋友竞争。 那天,那个菜很好吃,香西菜,还是香东菜。 这本书很好吃,这本书很好吃,我喜欢朱海生。 它是总开心和可爱和可笑。 四个星星。 第二本书叫《我们是朋友吗?》 前大鹏和谢文东是很好朋友。 他们学在中山大学在广州。 文东的爸爸妈妈有饭店。 文东和大鹏常常在饭店吃饭。 他们说话。 大鹏说他喜欢一个女生。 可是大鹏的女生是文东的女生。 他们说不会女生一起去去的。 。 可是,他们说很好色。 这本书很好玩。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喜欢前大鹏和谢文东? 前大鹏是很酷。 他有长发和有车。 。 谢文东是可爱。 他爱爸爸妈妈。 你喜欢大鹏和文东? 我很喜欢一本书。 四个星星。 第三本书是小明。 我说了。 小明是一个学生。 。 她是很聪明。 她是很聪明。 她的朋友的书不见了。 所以,她搬住建书方雪东的家门边。 小明见! 小明看见点火谁? 和为什么常常点火? 小明的朋友小爷常常有人送她花。 可是,不知道送到誰。 可是,小明有辦法。 小明很聰明,他總有辦法。 他做一絲布狗。 三個星星第四本書叫 我的老師是火星人。 謝星爺和馬丁明是很好的好朋友。 他們是小學生,每天一起去上學。 來了一個新老師叫車老師。 他們喜歡老師,可是,他們覺得他不中國人。 老師喜歡星星和火星。 小朋友也看見老師走手寫一邊右手寫一邊看看書。 老師不正常。 所以,他們覺得他是火星人。 我很喜歡這本書。 太好了! 小朋友們很聰明,很可愛。 這本書很有意思。 五個星星第五本書叫 In search of 花馬, 南南是小朋友。 就在山西,他要給媽媽一個好看花。 因為媽媽的生日快到了。 她走成時間。 可是,她不看見了好看花。 她看到一個老太太。 她說,南南對,如果你找一個花馬,就給你很好看。 對吧? 花馬? 花馬什麼? 南南說,可是老太太不說話。 南南走吃。 可是,就在海南。 太有意思了。 我很喜歡一本書。 真的有意思。 漂亮的故事。 四個星星。 Mandarin Companion 的書。 很有意思。 和好玩。 下個月,我看看Plecker 的 Great and Greatest。 我不知道他是好不好。 我希望他們很好玩。 我的中文語法很不好。 幫助我吧。 謝謝,再見。